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无法发表任何评论 另外针对国会反对党领袖汪施沙宣布 明天将会在国会大厦召集所有朝野议员 以讨论国家的方向及政治局势 国阵后座议员理事会主席沙里尔说 他们这理事会的成员都不会出席会议 并表示还是会全力支持那几成为首相 宾州政府早前在行动党与一党断交后 隔除了两名一党市议员的职位 引起宾州一党不满 一党的宾州主席福兹尤索夫 今天宣布将针对此事向州政府提出控诉 宾州首长林冠一事后表示 并不会对一党这举动感到惊讶 这到底是猪还是熊呢 早前武金免登一带的电子广告牌上就出现了这只 头戴着送骨和身穿马来服装 祝贺民众开斋节快乐的白色带熊 由于这只带熊乍看之下会让人误以为是猪 所以引发了争议 警方在接获投报后向市政局反应 吉隆坡市长今天就表示 经查证后确实是一只带熊 是澳洲公司的吉祥物 不过为了避免继续造成民众的误会 有关广告已经被下令撤下 随着希腊人民通过公投拒绝国际债券人提出的金融拯救方案后 今天的亚洲股市和汇市都受到影响 出现了下跌惨状 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马币在希腊利空加上一马发展公司风波的双重打击下 表现更是惨烈 跌破3.80水平 创下16年新低 截至下午5点 马币对美元报3.8050令吉 马币对新原则报2.8194令吉 马股也大跌17.19点 必须时报1717.05点 发布短片侮辱李光耀的新加坡少年于盆山的精神评估报告出炉 证实他并没有患上自闭症障碍 他被判坐牢四个星期 由于刑期从6月2号还押的当天算起 所以他今天获判后当庭释放 法官表示于于盆山的年纪犯的虽然不是什么大罪 但也不是小过失 因此必须承担后果 于盆山的律师透露将提出上诉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